台中市有3万多名的保全人员 为了肯定保全对于治安的贡献 市政府订定12月30号是台中市的保全日 2019年12月30号台中市保全工会 联合公寓大厦管理维护服务工会 下午在台中市好运来宴展中心 举办一场庆祝跟表扬活动 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亲自出席时至此表示 保全跟楼管人员平常就在协助警方 维护社会治安 保障民众生命跟财产安全 可以说是任劳任怨相当辛苦 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来参加保全日活动 我要再次感谢所有的从业人员这10万大区 因为我再次强调 你们是城市的守护者 你们是我们市民的守护者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那这样的工作跟警察一样重要 那所以希望大家携手合作 让我们的城市更安全 让我们市民朋友安居乐业 今天的这一场保全日活动 除了有来自全台湾各地的保全人员到场参加之外 台中市警察局长杨元明 台中市议员沈又莲 陈正显 江兆国也都亲自出席这场盛会 台中市的保全日活动 已经迈入第五周年 这一次由保全公会跟公寓大厦管理 同一公会共同主办 就是希望结合其他县市的业者 将台中保全日 扩展成为全国性的活动 内政部我们徐国勇 徐部长 也都积极的支持 这一次全国保全日的底地 当然小英总统也很支持 从台中跨到全国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历程 那也在我们张理事长权力的督促跟 这个push的过程当中 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跨逐到 升格到全国保全日 我想今年108年 我们的保全日协助警方破案有16件 那公寓大厦有13件 这个象征什么意义呢 象征了我们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 他要回馈社会的心理 这样子保护了生命财产的意义 在我们这个行业是能做得到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社会 能给予我们这个行业更大的关注 在2019年的保全日活动现场 还展示了AI智慧宅 智慧校园安全 IoT智慧平台服务 睡眠体征侦测系统等保全科技设备 台中空大副校长 还颁发毕业证书 给进修空大的保全人员 显示保全人员 不仅有帮助维护治安的决心 也在不断的进步跟进修 努力协助警察守护市民 打造台中市成为幸福平安 又有活力的快乐城市 记者陈文旭 萧有经台中报导 打造者购买 打造者购买